各位錶迷你們好,大家都看到我拍攝 O記精工維修牌,長沙街 其實我是在長沙街和上海街交界 又站在街邊,這次呢,嘩,厲害了 再手拿著兩隻 Rolex Oyster Day Precision 是啊,一插插兩隻,真是超厲害 大家看看,兩隻錶面都有點不同 左手邊這隻呢,我想可以稱之為Tropical Dial 已經是黃黃的,其實你問我呢,還有味道 我覺得左手邊這隻 當然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樣,錶面就變成色 而且左手邊這隻應該是舊一點的版本 因為它的帶子是Riveted,有釘的,又不同了 大家看到,它叫Oyster Day,即是用蠔式錶殼 還有當然是有一個日曆的Complication 我現在扭開了這個錶關,看到就沒有停秒功能 當然,日子也是這樣轉發了 沒有這個快跳或者順跳日曆的 但是它有一個放大鏡,有一個Cyclops 看時間呢,還有看日期呢,就真的很清晰 剛才也提過一條帶子,又給大家看看 我最喜歡這些鬆鬆的,很有復古味道 而且它是Riveted,旁邊是有釘的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扣 即是那個ROLEX的標誌,很立體的突出出來 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這些帶子是比較幼的 現在那些就粗很多 也會加強了它的味道 我會覺得,你戴這些舊的手錶 你也是想它有多些復古的味道 當然沒有做透底 給大家看看,都是比較簡單的 比較簡單的設計 都是以前六幾年的手錶 也是那句,這個錶面 它是有點黃黃的 但又不是很殘,很噁心的 所以大家喜歡Tropical Dial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戴上我7吋的手錶 這條帶子真的剛剛夠我的帶子 我還以為會很小 原來剛剛夠我的帶子 真的非常好 剛才也展示過這隻 第二隻 這條帶子就是板帶 有些不同,而且扣也不同 我覺得剛才那隻 那條帶子更新 這條帶子應該更新 也是打開,然後是Foldover Foldover Class 其他東西應該差不多 這隻看起來的情況更新 那就是見不見智 如果大家喜歡有些髮王 更加舊的看起來更舊的就是那隻 這隻看起來更新 不過其實也是很舊的手錶 又是適合我帶我的帶子 真的非常之配合 那現在這些錶 柯師傅都說了 大概兩萬元左右 講完 兩隻都是的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這個 旺角的柯的精工維修 去跟柯師傅查詢 我都見到這些 舊裝的Rollex 例如6694 和舊的Tudor 大花細花那些 真的去得很快 翻一隻沒有一隻 今天有機會又見到 兩隻Rollex的股東手錶 希望大家都喜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你的小店 繼續支持我拍片未訂閱 也麻煩大家訂閱,按讚和留言 對我來說也是很大推動力 我會找多些隱世錶行 和找多些有趣的手錶 和大家聊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 今天分享 拜拜